下面说 夫愚昧无知不信正法 不信善思是未明 当然 小孩长大 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环境 很容易染上不良的时候 愚昧无知 圣贤教诲他不相信 佛菩萨的教诲他也不相信 现在的社会完全向西方学习 西方人的概念是什么 他们认为 人都是自私的 不相信世间有好人 这西方人的概念 你说你是好人 要拿证明来 证明你是好人 你没做过坏事 跟东方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的教育 自古以来 从小就叫人心本身 中国人心目当中 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没有坏人 那你是坏人 要拿你作物的事迹来看 证明你是坏人 这是东西方 对于 人生观基本的看法 不一样 那佛菩萨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这跟我们 中国古生献献 完全一样 我们讲 本心本善 那佛善呢 佛善是他学会的 是生出来以后 后天学会的 所以教育就变成 非常重要 人性 信向近 习向严 这是说明一个人 他的本性是善 习信不善 那习信善呢 这个人就是善人 就是善人 中国古生献献献说 人人都是善人 人人都是善人 习信好 不都是善献吗 如果你不教他 他会在社会上修坏 那个习信就不善了 他跟本性呢 本性善 习信不善 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 需要教育 需要神与贤地教育 需要善地教育 感谢观看 这种人的教育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